本期节目 曼联3比1淘汰埃福顿 比赛刚刚开始三分钟 曼联就进球了 依靠一次反击机会 拉什福德在左侧强行突入禁区后 送出贴地横传球 安东尼门前铲射 把球踢进空门 这球拉什福德传得非常漂亮 曼联获得梦幻般的开局 三分钟后 马夏尔在禁区前沿转身抽射 打远脚稍稍偏了一点 第十分钟 卡赛米罗在禁区湖顶处尝试一脚远射 踢高了 紧接着埃福顿也制造威胁 格雷在禁区外接球后 稍作调整起脚射门 德赫亚倒地把球扑出 第十三分钟 埃福顿扳平比分了 德赫亚出现极其低级的失误 考迪门前把球轻松踢进空门 这次失误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三分钟后 曼联踢出犀利的反击 马夏尔禁区左侧获得单刀机会 但他的射门被门将扑了出去 第三十一分钟 拉什福德尝试一脚远射 门将皮克福德飞身把球扑出 八分钟后 埃里克森也来一脚远射 这一次则是踢高了一点 半场结束 双方踢成一比一平手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四十六分钟 伊沃比被马拉西亚凶狠缠倒 非常痛苦 他无法坚持下去 被担架抬出场 杜库雷替补上场 第五十一分钟 曼联再次取得进球 拉什福德在左侧底线附近 晃开角度送出横传 考迪产球解围 结果把球踢进自家球门 这次乌龙球太离谱了 曼联再次取得领先 第六十五分钟 布鲁诺比费尔南德斯 在禁区外来一脚远射 皮克福德单掌把球扑出 第六十八分钟 埃福顿进行换人调整 莫派被换下场 勒温替补上场 两分钟后 曼联也换然了 弗雷德和加纳乔替补上场 卡塞米罗和马夏尔被换下 第七十三分钟 勒温进球了 但是因为传球的格雷越位在先 进球被判无效 曼联逃过一劫 第七十七分钟 盖业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踢高了 踢球直奔观众席 第九十五分钟 加纳乔进区内被拉倒 裁判判罚点球 拉什福德主罚打进了 最终曼联三比一击败埃福顿 晋级下一轮 曼联各项赛事取得一波七连胜 腾哈格真是神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